这是一个元代的清花 对吗 应该没问题 这种东西 现在我们发现有很多仿的 也能做到这么旧 这个是百分之一代没问题 因为从它的纹色 各方面 右面 加在它的胎等方面 都可以注意证明 好 这就是程咬金的三辅 看不到人家 那么你讲讲你对它的认识 从胎上来说 它应该是灰胎带的妥王 另外 容文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看到这么大件 确实也是个稀有的 谢谢 好好地收藏它了 可以作为博物馆的一个产品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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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就是 前两年在欧洲旅游说带回来的 我看是有一点年份吧 它有底款 前龙款 对 花多少钱买的 2,000欧差不多 这个呢就是景泰兰 龙文瓶 但是它这个底款跟它这个上头的东西 年代不相比 我觉得它年代的应该就是100年 这个造型来讲要是乾隆的时期 它很秀美的 这个比例不够 这个龙文的化工它不够凶猛 真正乾隆的龙很凶猛 还有底款太规矩了 乾隆的底款来讲应该写的就是很有力度 早期的东西胎体要薄一些 这个厚重一些 价位也就是三千四千块钱吧